会中也一致通过台南市政府议长选举争议处理案 以党章第29条规定 党员之言行有违背党章决议或破坏本党名誉之情势者 本党得于平易并裁决适当之处分 而为维护本党身誉符合人民对本党之期待 会中同意移送中平会调查并建议中平会予以停权处分 待司法调查结果之后再行处置 以上是职会后的转述内容 请问现场的媒体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今天是本人在1月18号接任民进党党主席之后 所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执行会议 今天也是陈建仁行政院院长在昨天宣誓就职之后 第一次前往立法院 这表示民进党在11月26号败选之后 接受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教 所踏出了重整旗鼓的第一步 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 本能敬请本党全体同志 能够掌握契机团结合作 共同完成以下三个工作 第一个 全力协助 新任 陈建仁院长 推行政务 民进党高度肯定 陈建仁同志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以国家为己任 承担重责大任 兼顾及国家持续进步的重要的工作 同时 也以建立服务人民 为信仰的 兼任的内阁 在这种状况之下 本党同志 特别是立法院各位委员 一定要尽全力协助 新任陈建仁院长 推动各项政务 陈建仁 院长 他本身是 耶路撒冷的圣母 圣母骑士 信仰虔诚 同时他也是享誉国内外的 科学家 不仅仅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更是范蒂刚 中座科学院的院士 以他具备宗教家 慈悲为怀的精神 以及科学家务实 理性的态度 我相信他绝对是台湾疫后 疫情之后 疗愈社会 照顾人民 持续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 院长博尔人选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进行本党同志 尤其是立法院的各位委员 一定要全力协助 陈建仁 院长所率领的温暖 坚韧的团队 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 蔡英文总统交互的每一项工作 也能够顺利推动 他本身的理想 让国家能够持续进步 人民能够得到照顾 其实呢 也敬请我们本党同志 能够全力辅选 南投蔡卑会 立委的选举工作 蔡卑会她本身 是南投杰出的女儿 于慈乡出生 一路苦读 到台大拿到博士 也在大学任教 但是在 921地震之后 马上 就回到南投 参与的 救灾的这个工作 放弃 台北 忧郁的工作 这么多年来 她都没有离开南投 她甚至于担任 921重建基金会的 执行秘書的工作 肩负起第一线 重建南投 照顾受灾南投民众的工作 她为了要 在南投生根 她甚至于放弃了 民进党 第二次的不分期的 这个立委的这个席次 毅然决然地回到南投生根 投入立委的选举工作 后来 由行政院 派任中部办公室的执行长 但同样的 为了县长的工作 为了县长的选举工作 她照样 持官参选 换句话说 为了南投 未来的发展 为了照顾南投的乡亲 她放弃了优渥的工作 也放弃了 可以担任第二次 不分区立马委员的机会 也辞掉了中部办公室 执行长的工作 就是一心一意 想为南投争一口气 这么勇敢 坚毅 专业 杰出的人才 这次投入 难投立法委员的补选 即使 这场选举艰困 但我们不能放弃 本党 除了党中央会派驻 人员予以协助以外 我也敬请本党同志 大家一起 跟蔡维会站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 那第三个工作是 本人在1月18号宣誓就职之后 特别提出来民进党 面对台湾新时代的使命 就是守护台湾 以及增进台湾的民主和平跟繁荣 这属于是短中长期的工作 也提出了两项任务 就是团结党内 也团结社会 并且为台湾提出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国政难途 这属于短期跟中级的工作 另外一个是提出四项党务革新 这是属于短期的工作 我敬请我们中级会各位中级委 特别是在党务革新的时候 能够典礼支持 让台湾社会看到民进党所展现的决心 也看到民进党在这次败选之后 我们回应社会的期待的种种作为 重新赢得台湾社会对民进党的信赖 从而能够进一步的争取 国人给予我们机会 服务社会大众的机会 以上三个工作 所以我特别请大家共同努力 那今天的这个议程里面 已经有排入第一项的 党部组织的这一个调整 后续进入讨论四项的时候 敬请我们大家支持 那另外一个特别跟各位职委 这个抱歉 也跟各位职委拜托 因为党务的革新 见即旅即 所以可能未来几个礼拜里面 可能需要常委能够共同参与 也进行大家时间能够空出来 让我们各项党务革新的工作 能够顺利来推动进行 以上做这样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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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p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